欢迎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健康带货王 让你成为生活智慧王 欢迎大家晚安 今天大家都好吗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健康守门员凯莉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又介绍很棒的 这个健康保健的商品 而且是非常超杀的折扣 因为快要双十一了嘛 所以呢 我们其实有很多 很棒的组合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的凤梨酵素 那现场我们也特别 赶快先请到我们特别来宾 首先是我们厂商代表Joey 你好 大家好 我今天超开心 可以来跟大家把公司这个 台湾之光 金钻凤梨的这个720凤梨酵素 来跟大家推荐 对 他真的是超厉害的 然后呢 第二位呢 也是我们美丽的保健达人 我们的秦桧 哈喽大家好 第一次来这个平台 非常开心 跟大家见面 记得一定要899发99哦 那没有听到就真的很遗憾了 那讲到这个凤梨 我们今天要介绍就是 这个商品是凤梨酵素 其实凤梨酵素 我们在各大 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 你Google一下凤梨酵素 大概都很成熟了 很多医生啊 营养师啊 或者像一些甚至连药剂师 国内外的都有介绍 甚至大家可能都知道 凤梨酵素呢 已经通过美国FDA 它的一些认可 它有一些效果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我先先说哦 我先先给大家看一些 广泛的凤梨酵素 它的一些功能 那我并没有说 直接跟我们有相关 但是我先让你知道一下 凤梨酵素呢 我们要科普一下嘛 这华裔线上图书馆 帮我们打广告 也不是特别打广告 是因为 所有念医学院的医护人员 我们要写论文 要发表期刊 我们都必须要在这个上面 去找资料 你去看什么疾病都有 那这个是南台外的医学杂志 这些都有它的一些出处啊 这个这2015年的 然后看一下探讨凤梨酵素 对于这个细胞凋亡 这个大肠癌的细胞研究 哇哦 是不是大肠癌 来 这个字比较小 我直接把它翻过来 因为它这个论文期刊 这是一个医生写的 我们直接来看好了 它说呢 这是广泛的说 这是医学期刊 我们刚刚看登上 南台湾的医学杂志 凤梨酵素是经过证实 它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 它发表论 它说因为它想要目的 想要了解凤梨酵素 经过证实是有抗氧化抗血栓 伤口愈合 免疫调节为主 而且它在动物学当中 亦证实具有 可以清除自由息 还有一些致癌剂 还有致突变剂 调节细胞周期 改变基因表达 提高免疫力 这个是这位医生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上面的发表 国际期刊 这全部都是医护人员 他们去发表 那一定是有凭有趣 做过实验才行的 那它做这个实验的目的在这边 那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 结果研究会显示 凤梨酵素确实具有 促使大肠癌细胞 凋亡的能力 而且你看 除了这个证实凤梨酵素 具有大肠癌细胞的 凋亡能力之外 还可以有可能是抗癌 作用的激转 不只可以促进抗癌细胞 而且还可以开发 另一种抗癌的辅助疗法 OK 这下面全部都有资料来源 还写英文 因为这个网站是 专门是我们这国际期刊 所以中英文必须要写 其实我们很多一些医生 像一些医学教授 我们要发表国际期刊 都在我们这个国内 这个先发表 然后再来看一下 那放了一下说还有什么好处 除了这个医生讲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声音也在说 这个是台湾 营养学会杂志 刚刚是医学杂志 对不对 营养学会杂志 营养师说话了 营养师他说 他写的论文 他就说 来摄氏水果提高 叶酸的可行性探讨 因为字很小 所以我们把它翻过来看 营养师是在这个网站 我们要找资料 要写paper论文 都是要到这个网站去找 大家还有很多其他的 来看一下 这个是营养师写的 他说 因为叶酸 它是维生素B群的营养素 那他特别在这个实验当中 他选择台湾地区常见的 25种水果 最佳的反应测定 各种水果的叶酸含量 结果就发现了 来看一下水果单价 以柳丁跟凤梨 还有木瓜 最便宜 所以是最为推广 作为增加叶酸食物来源的水果 好 这边凯莉要跟大家科普一下 要做 因为凯莉我是护理师 那我们在念基础医学的时候 叶酸对人体很重要 叶酸的话 它是刚刚讲 它是B群的一种 B群是属于水溶性的 等于说 我们经由肾脏来做排泄 所以它不会长期 存在我们人体体内 所以你要不断地去补充它 那叶酸这个东西 很多孕妇一定要吃 对 如果你没有补充叶酸的话 它就不会 它是管我们大脑神经管的 如果你希望你的宝宝 能够以后变聪明 脑筋变灵活一点的话 多吃叶酸 还有就是它可以稳定情绪 因为它属于B群 所以你平常如果很焦虑 压力很大的话 多补充叶酸的话 还可以去稳定你的心情 这是它的好处 当然还有很多好处 但是这两个东西 我觉得是现代人很需要的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也是另外一个 好 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不同领域的 一样是在这个期刊上面 也是在讲凤梨酵素 凤梨酵素 你看应用在哪 这是台湾兽医学 你看是不是今天医学系 医学医生 医学杂志 兽医也是这样用 然后刚营养学杂志都有 然后应用凤梨酵素 溶解心思虫 为什么呢 因为凤梨酵素它可以去 把一些分子 然后变得比较小一些 因为字很小 所以我们直接看后面 后面比较大一点 来看一下 它写这个研究的目的 这个论文 它说了解凤梨酵素 对于心思虫 对于虫体外的溶解能力 因为你要分解 分解我们体内的一些 不好的东西 还有一些脂肪什么的 然后了解 运用临床来做治疗 它在运用在心思虫上面 那由于凤梨酵素呢 它主要它是 来看一下 它是运用在 所以因此推测 它有蛋白质结构 那未来的研究目标 会朝向 活体可以运用在凤梨酵素 在心思虫上面研究 它后来发现 其它可以去把心思虫给 就溶掉了 研究就死翘翘 这样白一点 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凤梨酵素 不是说我们台湾的一些医界 他们写了很多篇论文 而且这个论文不是说 你自己写出来就可以 没有 你要做实验的 而这实验是必须一定 要有一定的一个长时间 你不能说我做一个月 我就发表论文 那是不够信用的 我们在台湾的 在念医学院的话 都必须至少一年 至少一年我们都觉得太少了 那还有就是 你去看美国FDA 你只要打关键是 FDA 凤梨酵素抗发炎 这早就美国就知道事情 甚至像那个 我们厂商之前 他们之前那个牙科医生 也不开止痛药 就给他开酵素 就是凤梨酵素给他吃 其实天然的东西 它本来就有一些效果在 没错 跟大家说 其实我个人 就是吃饱饭了以后 或者是说有大餐 因为我们前两天 我们家里有聚餐 因为有人生日嘛 是 对 不好意思 对 其实就是我个人 我本人 然后我们十几个人去吃饭 就吃上海菜 江测菜 那难免都会稍微有点油腻 对 那这种中菜炒的就是大火快炒 又香又油 是 然后呢吃完以后就觉得 咦 觉得这个胃胀胀 胃肚肚肚有没有 就有点胀气的感觉 对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准备了我们这个720的 这个凤梨酵素给大家 是 家里每一天 结果呢 你后来喝完之后 多准有感觉 来 照片准备一下 照片准备一下 中间这位呢 在中间这是我妈 你看我妈有像84岁吗 完全没有啊 看不出来耶 那你妈妈也喝是不是 全部的人都喝啊 现场在的人全都喝 我一人发一包 你妈妈有没有慢性病 我妈妈其实很健康 那她虽然是有高血压 但是她是年纪大的那种 正常的高血压 血管弹性变得比较不好 对 所以其实基本上 她是一个很正常很健康 那其他所有的人 多多少少呢 都会有一些毛病出现 比如说像这个画面上面 右边这是我二哥 是 她看起来是比较浮态一点点的 那就是她有稍微有点三高的问题 所以其实呢 这个吃完饭以后呢 她刚刚她有讲 觉得 好像觉得那个立刻的解油腻耶 是立刻解腻 是 然后中间这个我阿姨 我妈旁边就是我阿姨 对 她就是 比较有点糖尿病的问题 然后呢 她说 这个喝了以后呢 感觉 肠味道开始有咕噜咕噜的感觉 是 是 请问一下就是说这个 要怎么吃啊 怎么喝 对 怎么喝 对 我们刚才也讲到说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那个 720峰里酵素最方便的地方就是 你任何时候喝都可以 那尤其是 当你觉得脏气的时候 超有效的 就像刚才秦伟讲的 你喝下去不到 一周周一度堵 不到20分钟 你就可以感受得到那个效果 然后呢 因为脏气其实我觉得根本没有药医 而且她会觉得 你吃什么药都没有效 对 而且你任何姿势都不对 可是你只要20分钟之内 你就要喝了我们的这个 金钻凤梨酵素 是 20分钟之内 你看 你就有感觉 马上有感觉 你觉得里面的这些 脏气都在活动 对 对 它就会很快排出你的体温 对 那还有就是说 刚才讲的 大餐后 大餐后 一定要喝 非常重要 对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人其实有奉行 晚上只吃肉不吃淀粉 是 你如果比较常吃肉的话 你也一定要让你的这个肉的这个蛋白质呢 被分解做 可以在你的身体里面被备用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什么叫酵素 其实它会代谢你的这个一个 全身的一个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循环 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酵素当中呢 有分为就是消化酵素 也有分为代谢酵素 还有分为食物酵素 是 消化酵素是我们人体自行可以产生的 那它专门是把食物分解的小分子 那什么才是消化酵素呢 就是你的口水 什么叫唾液中 好 再来就是呢 代谢酵素就是人体自行产生 它有些能量的转换 那它经由血糖 经过酵素做转换成肝糖 好这个是我们的人体自己来做代谢 那如果今天没有这两样东西的话呢 你就必须要补充食物酵素 这个是天然食物当中有的天然酵素 它最主要功能是促进食物的消化过程 肉的收成 而且呢 像凤梨酵素就是它能够分解蛋白质 是 跟大家讲一下 酵素它基本是来分解蛋白质的 好 所以呢 你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我对我的这个体重有什么样的 为什么能够让我体重能下降 是因为你要知道 如果你吃一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的年纪 越来越 现在台湾超高龄化了 不再年轻了 那你各个功能都退化了 那你现在如果想要再 希望能够说 为什么我以前随便运动一下 就能够瘦 那为什么现在 我运动也是很 像以前年轻一样 可是为什么瘦的这个速度这么的慢 那就是因为你各方面代谢 已经变慢了 下降了 那这时候你就必须要补充一些 像这种天然的酵素 来帮你做代谢 比方像是凤梨酵素的话 因为它专门是 佛就是我们的蛋白质 那你吃的肉啊 鱼肉 豆蛋奶 这些都属于蛋白质 你喝豆浆也算是蛋白质 脂物性蛋白质 它就会把你切成小分子 那小分子的话呢 它就好吸收 就不会囤积在你一些 像内脏啊 或其他的一些什么脂肪里面 它就把你直接 浸到你的细胞里面 那你各个地方 都能够有代谢之外呢 再来它代谢会产生热量 它自动就帮你消耗热量 所以很多人想说 为什么这个减肥跟这个 我喝酵素 我的体重好像还是有 体态变得更轻盈 是因为你身体在做代谢 所以你的热量也在燃烧 就像你跑步一样 是不是在燃烧你的热量 那你在喝酵素 也在燃烧你的热量 大家了解吗 今天非常超值 我们在米税商店机场才看到 机场一盒是158 1580 那今天我们多少钱一盒 一盒才1480 是专门我们的健康超给力 今天今天代货王 那我们今天买两盒 是不是更超值88折 对 买两盒的话 我们是2780 2780 我们还在多送大家一包 这个来做体验是不是 好 那我们今天定了 2780之外 它立刻就想88折 还可以来我们有好康 再加入我们快点购的 LINE的会员的话 再折100块钱 那输入凯莉 CTI 899 899 再折50块钱 所以你把这些东西全部 等一下要定的时候呢 就报说 我要输入CTI 899 然后呢 我还要那个 就是要好康 就是这个购物金 就是双11暖身器 还有就是我要加入 我的快点购的LINE好友 全部你就可以再折 250块 全部250块钱 再说一下 我们今天 孕妇 补补妈妈妈都可以喝吗 都可以喝 好 那刚刚讲说 那我妈妈有心脏病 然后也有糖尿病 可不可以喝 可以 其实凤梨酵素呢 它是我们美国FDA 都已经核准的 所有期间 刚刚我们一开始 如果你刚才加入我们的话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就是有 还剩50分吗 50秒 50秒啦 50秒就结束了快 因为那个什么 还有我们还有ISO 还有我跟他讲一下 健康代货王呢 全部都是国际认证的 不是国际认证 博进来的 是 就谢谢大家 而且我们是国际食品认证的药厂 是 药厂 在视频上 我们拿到ISO2万2 各位你去 关键是ISO2万2 你就知道有多么困难 对 好 那个我们现场有人要倒数 20秒 有没有说吃西药中药都可以搭配吗 可以 可以是不是 它就像吃饭一样简单 它就是天然要学习 顾虚的 必须补充 好 希望体态轻盈的话呢 把握这一档 限责250块钱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你 拜拜